那如果今天我可能把 一樣我們剛剛備份出的零件 我再把它組裝進來的話 那你可以看一下 這時候我們把 用備份的這個零件把它組裝進來的話 有沒有發現我照樣也可以把它組裝進來 我把它先打勾不做組裝好了 他也是可以用這樣方法來 記得這個東西他是把它變成可分割的 可分割的狀態 那不可分割的話你也可以直接把它印射進來 也都可以 所以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這個地方 好那這邊我把它關閉一下 關閉一下 試除一下GET 好那如果要單獨把零件 這個單一零件打開也可以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有沒有這是我們剛剛備份出來的 我單獨還是可以把它打開 好單獨把零件打開 縱使我把零件清除掉 好也都ok 好 那這個不可分割勒他也可以應用在什麼地方 像譬如說我這邊 呃有做了一個 動態的 牛頭抱床的機構 好這牛頭抱床的機構 好這牛頭抱床的機構 那你看喔在這個地方 我有做了很多的骨架 做了很多的骨架 好那這些骨架勒 我可能要針對他 好因為可能 我 可能希望把它用個單一零件來看 而這個東西其實是可以去做運動的 所以我這邊直接把它旋轉一下 它是可以去做運動的 所以特別注意一下這個地方 稍微把它點一下 好他是可以去做運動的 ok 好那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先把一些 不相干的一些 幾何 我去做一個 這個顯示上的一些調整 在這邊 這個幾個相關的幾何 我把它 隱藏一下 好那這個骨架的話 那我把一些不相干的幾何 好 我把它隱藏一下 好所以我剛才講過這個東西你也得把它做成不可分割的一個方式來看 好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就直接選擇這個 骨架 動態骨架 一樣你也可以使用不可分割 指字不可分割 好有沒有 指字不可分割 好那一樣他這個東西也可以去做 單一 這個相關的轉動 也都可以喔 或是說你直接要進入到他的機構運動 也可以做 好所以這邊 我之前有設定一個分析 好所以我們直接把它旋轉一下 好那沒關係我修改一下 因為 怕這個秒數 执行一下 還是可以去做這樣的一個執行 所以你也可以把骨架把它當作單一的零件 好來做這樣的一個操作的一個方式 所以這邊可能特別注意一下 那如果你要建立這個 元件的時候 你這邊的話你會發現 也多了一個內建 建立內坎的元件的 這個選項 以前是只有建立 好就在組件建立單一的 零件這零件包含很多的類型 那你也可以直接建立內坎的零件 等一下有沒有 一樣跟建立零件方法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你可能這邊特別注意一下 這些會有8.0不可分割 組件的一些新的功能